我17岁的时候去了中国留学 我当时学了中文10个月 10个月之后我就考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五级 这也就是我会留意地和中国人说话 而且后面我还选择了在中国上大学 中文一直以来对于很多外国人都会把它当成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那你作为一个意大利人 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学习中文这个语言的一个动力呢 我觉得如果你去一个国家 你也要学习本地的语言 不然的话就很难去识英那个国家 然后很难和那些人交流 尤其是因为很多中国人的英语不是很好 但是非常的就是害怕说英语 所以我觉得中文超级超级重要 那就是你已经在中国留学了四年 加上你的高级交换那已经很多年了嘛 你也就是认识了很多中国人 那你就对中国人的 就是你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成串对待外国人 因为我不管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们一直会帮助我 然后一直会担心我冷不冷啊 然后热不热 然后饿不饿 想不想吃饭 想不想休息活 然后想不想要这个 想不想要那个 我觉得还是对我非常非常非常有那种 就是你们非常可以照顾我 所以我超级跟写中国人也超级爱你们 你可以记得就是你学习中文就是学习最多的一天 你学习最多的一天 我学习最多的一天 我觉得我每一天当时都在学习 从八点早上到九点半晚上 就像你们中国人一样 就是我当时是在一个高中学校嘛 然后老师可以让我们早上看一些对话 然后背一些单词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要念就是要写一个故事 然后要在所有人面前讲这个故事 然后就超级难 因为每天都要念一个不同的话题不同的故事 然后每天都要学习三十个单词 然后每天都要做那个停写 但是呢有时候就比如说要考考试嘛 然后就要学习一百多单词 那个的话就太太难了 就是实在太难了 也是因为就是如果我把三个词就写的不对的话 老师会让我重新做一百个单词的停写 就第二天他会让我做当天的那个停写 再加上一天之间的能力 所以一共两百多次 那这个这下校长的话 你压力是不是非常大 对的非常大 就有那个校长还有就是别的老师 他们都是在看看我们是怎么学习 一直在看我们的成绩怎么样 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前去旅行都不让我们去 所以确实愿意着急大 就不能去旅行真的学习 然后星期间的时候也要学习 要上网课 就是我们从有点晚上到大概就连到晚上就学习 星期间要学习 每天都要学习基本上 但是在我的就是因为我在中国长大了 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留学或者交换的话 一般他们的压力非常小就是因为他们大家就是他们只是来交换嘛 所以可能就只是来体验一下的 但是为什么你们学校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压力这么大就像中国学生一样 我觉得是因为学校非常想让就是别人看他们有多厉害多厉害的老师多厉害的学生 就我觉得这个进阶力在中国还是蛮大的嘛 然后他们就是希望就是对把这个学校的荣誉变得非常 提高他们的台语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有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要来采访我们 有什么记者啊 然后我们每次都要说中文就是他们会来采访我们 然后我们又说一些啊我超级爱中国 然后中国是我的家跟家 这种东西 然后对的就有时候也会很累嘛 因为毕竟每次都不有人来问你都要给你拍照还是有点 那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当时 就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们是那个学习方法是怎么样的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每天学习的很多 那你可以就是更想去讲一讲吗 学体方法就是除了这个背单词看对话 我们还可以还有讲故事这件事情 我们我记得第一个星期好像和第二个星期说的那个拼音 因为学拼音非常重要 就是有很多人都就是就讲我拼音 然后不讲我汉字 但是我两个都讲我好了 然后就是我记得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就是拼音 后面呢就开始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同桌嘛 就是聊天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老师困扰我们聊天 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关节就是和中国人聊天 但是这个很少 因为中国学生在我们学校超级超级忙 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有学习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吃进过我们的 嗯 然后除了这些就是还有一些书法课 所以我们故意掌握好怎么去写那个汉字 然后那个 struck order 应该怎么说呢 struck order 我们的课去折磨好 然后还有语法 但是我觉得中文的语法还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觉得那个英语语法还简单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超级简单 但是当然是中文有别的更难的部分 就比如说神仰啊什么的 那就是你刚才说就是你们在学校学 但是就是你真的在这八个月时间内 就你能把正文就是听书读写全部都想过吗 还是说你后面还进行了很多的学习 你才能够像现在说的这么好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对话 嗯也不只是简单的对话 因为我们聊的内容也挺多了 嗯 就是你后面还有继续学习才能达到这样一个level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因为就是ATSK5集 就是我刚才说我看过的汉语学品考试嘛 然后汉语学品考试一共有六集啊 然后就是物级的话 就是如果你考过ATSK5集的话 你可以在中国上大学 所以还是蛮高的一个水平嘛 然后后面我就选择了 就是就是我去了中国之后 我就回来意大利一年 上了高中之后 一年的高中之后我又回了中国 但是这次没有去了黑龙江 这次去了上海 上海我又有大学上大学嘛 然后我当时已经会说中文 然后已经可以就是用中文去听老师讲话 而且就是我学的转业和他一样 就是和中国人一起上课 我们一共70多个人 然后70多个人里面就只有我 还有三个四个 一共四个留学生 然后剩下的都是中国人 但是其他的留学生他们都是亚洲人 所以也不太算啊 因为亚洲人都是从小的就开始 我开始学中文 而我就不是了 我是四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说就是我当时选了中文 一共是十个月 但是考过了那个韩语学 可以考试无几的话 就花了满个月 满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考过了 然后对的 就是这个可以让你就是说很多话 然后这个就你已经中文了很多的词 那真的非常厉害 八个月就已经达到了 应该5HSK5就像是4E吗 对对对 大概就是习语 有可能简单一点 比比如说英语的这个习语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有点难 因为这个中文本来就很难的 那就是在你刚才就是说 你在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 还有你在中国留学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觉得你遇到了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闪调 毕竟就是每个词都会有不同的神调 然后中国人说话的时候 你也会说他在说这个还是那个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有时候也会说做那个闪调 然后中国人在说他在说好 所以闪调还是真的可以带来一些挑战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有跟很多的中国人聊天吗 还是说就是你只是像中国学生一样 就是只是学一些语法和单词啊 然后但很多都是学一些书面吗 你不会听也不会说你是这样学习吗还是 不是的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出英语 就是本地是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考试而学的英语 都是被一些单词 但是他们不会去用英语去跟一些外国人 或者他们之间也可以就是联系 但是他们每次就联系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非常没有效 但是这个不能怪中国人 这个有可能要怪中国老师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真的没有效 当然也要凡人 所以并不是说这有可能对我们有效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有效 然后我当时是不仅仅有一些朋友 可以和他们说中文 我还是会和我的接待家庭说中文 你还有接待家庭吗 对的 因为我当时是中旧一到中午 就是在学校住嘛 就是在那个宿舍嘛 然后后面就是周末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接待家庭图 然后他们的话会跟我说很多话 然后他们也不会说英语 所以我和他们必须得用中文一条天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然后我就是说很多话之后 就是已经啊 我记得这个词 就是我的脑子里面就教导很多我说过的一些词之后 我就慢慢的就学会了说中文 啊 那你就是在比如说你跟你的接待家庭 就是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声调啊 还是比如说一些他们说方言啊 可能在课中教那边有方言啊什么的 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对难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有可能是发言 因为对的 因为你想一下就是 嗯 虽然就是因为也要烦人嘛 就是也要看他们是来自哪里对吧 就是也不是说啊 黑龙家人怎么看电视台呢 知道没有 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就是来自别地方嘛 或者别的城市嘛 然后对有的人我会听得懂的比较就是好 然后就别的就别人就会比较难一点 就是会有一点难度去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那你也知道他们是跟你说是普通话 还是说他们跟你会说一些方言啊 嗯怎么说 这他们会尽力跟我说普通话 但是有时候没有什么词什么 这会比较难 然后你可以慢慢说一下 可以麻烦你一下嘛 就这样对的 那就最大的挑战就还是一些方言啊 这样 方言还有声调 我刚才说的那个声调 啊声调对嘛 OK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是像中国人 对于我来说 我有时候都很难发清楚 因为我出身在那个就是河南嘛 然后就是我们那边也分不清楚 平声音和翘声音 就比如像这种你能掌握得很好吗 这个我能走我 哈哈哈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还是蛮高的 我觉得 哈哈哈 你不觉得这个很难吗 找过这种 对的 嗯 就比如说因为像我平时就是 因为有时候说 呃 说一些翘声音的时候 我会因为我们那边就不分翘声音 所以我们会全部都读声音 嗯 对于你们就是对我来说都挺难的 对于你来说 但是怎么说 就是我刚才听你和你的朋友说话的时候 我听不到 我完全听不懂 但是如果你有时候就是不分这个 你叫什么 评声音 评声音 对的 如果你就是你不小心就是说做的话 我听得懂 啊你是能听得懂对吧 对啊 就如果你是在乎我说话我能听得懂 但是如果你是在乎你方向说话我完全听不懂 嗯 因为你的朋友还是有点 嗯 嗯 就是你当时就是每天学习那么多 就是早上八点钟晚上九点钟 就是 然后周末还要到街的家庭就是 就是 就是每天都是中文的环境 那你觉得就是 除了这些就是为了让你的 就是让你的大脑就是进入那种中文的模式 就是你还会就是做一些其他事情吧 然后比如说听一些中文的歌啊 你有尝试过吗 还有真的有 就是我们 就我现在肯定会听嘛 但是当时就是七年之前 我们一直在听一些中文歌 老师也会让我们听 我们当时上了一门课 然后有这位老师就是他一边弹感情 一边让我们唱歌嘛 然后可以唱一些过于中国的一些歌曲嘛 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 然后非常非常会 所以让你就是觉得说中文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有时候还是有点搞笑 就是但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玩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才也说过就是你是高中所来教话嘛 那你后面为什么就是来到中国 就是选择在中国上大学 而不是在意大利上大学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在想 如果我要在意大利上大学 我肯定是想去说中文嘛 因为就毕竟学了这么多 我肯定是不能就是把它弯掉对吧 嗯所以就是我去的听了一下 然后他们说就是你靠一个奔科生 在意大利的话三年 就目前中国四年对吧 但是在三年就会到那个HSK四级 然后我既然已经通过了HSK五级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没有用 就是只是会浪费钱和浪费时间 所以我直接就选择了 我说这非常不适合我 我为什么要浪费三年的时间 而且后面还是那样 所以我就觉得啊 我我为什么不要去中国上大学呢 而且就是中国有这么多好大学 然后我就说我看看就是上海会有大学怎么样 所以我就去了中国上大学 那你就是你是直接考了HSK五级吗 还是说你前面会考了HSK四级这样 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从HSK一级开始学的 对吧因为我毕竟我是从你开始学习的中文嘛 对 然后就是我是先考了HSK四级 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模拟考试 我不知道我前面有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对 每天都在做这个模拟考试 然后到了HSK四级的学习 我们就去的那个地方考了一个考试 然后HSK四级是十个月后 啊四个月后 四个月后 四个月后就是 就考过了 就考过了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 他们在意大利本科生三年才能考过HSK四级 我四个月就考过了HSK四级 然后后面就是还学了四个月的中文 就一共八个月就考过了HSK五级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呢 你必须得看这个 拜拜了 拜拜